据印度媒体6月15日最新消息 在接连遭到了美国敌友不分的制裁之后 拥有13亿人口的亚洲大国印度终于下定决心对美国发动报复 据西印度宣布宣称 将对29种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额外关税 最高税率高达120% 涉及到几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虽然这相比两国上千亿美元贸业只是一小部分 但是却标志着印度终于认清了对美绥靖政策的巨大隐患 下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持俄罗斯等大国 用更强硬的手段反击美方的制裁 据西面对印度方面突如其来的制裁 白宫的鹰派们显然有些措手不及 认为印度此举无法原谅 任何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而俄罗斯专家则认为 印度此举是为其他国家做出的积极榜样 据西印度和美国近期的争端集中在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仪式上 美国为了施压印度放弃这笔超过50亿美元的决订单 不惜对印度施加严厉制裁 并警告还有更大惩罚 这使得印度的大国自尊心严重受损 据西印度长期以来都是全球排名前列的军购大国 近年也向美国购买了大量的运输机 直升机火炮等武器装备 近期还刚签订了价值数十亿美金的海军直升机购买合同 与此同时更是传出要在印度生产F16战机的传闻 可以说印度和美国的军事交流是非常频繁且深入的 印度也有着这么多的美国武器 为什么在面对S400导弹时会抱着弃用美国武器的风险坚持购买呢 其中原因相当复杂 首先印度的防空力量非常薄弱 整个防空网中的主干是有着悠久历史的SAM-3和SAM-5防空导弹系统 其落后的电子系统雷达系统显然已经不能应对现代战争的防空压力 而世界防空导弹市场上满足印度日渐增长的防空压力的导弹系统仅有S400系统 因此这型防空导弹对印度有着非常大的战略意义 除此之外 印度主力装备例如陆军的T-90、T-72坦克、空军的苏-30MKI、米格-21、米格-29战机 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等等都是来自俄罗斯 并且印度国内的雷达网中的大部分都是产自俄罗斯 因此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更高 而且很难有同样的替代品 要从美国购买同类型的武器花费更高 且不一定能顺利购买 因此采购S400导弹更符合印度的利益 正因为这点 印度才会硬顶美国的压力坚持购买S400防空导弹 这也使得美方十分不满 认为印度摆不清自己位置 不惜对印度警告称 如果新德里坚持购买S400防空导弹的话 那么未来美国将不会对印度出口先进武器装备 同时还对印度的售美产品加征关税 这使得印度方面十分诧异 认为美方此举十分鲁莽 未能认识到印度作为友好国家的关键作用 因此在将近一年的犹豫之后 印度终于下定决心对美国进行报复 而美方将如何进行反应 目前则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白宫的鹰派人物们如果进行更强硬反击的话 那么无疑将使得美英关系进一步化 将这个亚洲大国推向对手的阵营去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